这是2014年陕西 遭到拒绝后 他又指挥打手维欧办案民警 那此人究竟是谁 又何以如此嚣张呢 这名阻挠 警方执法的男子叫葛七宝 是西安市北阳区北陈村的村之书 当兵期间立过功 复员后直接就被安排在北陈村村委会任职 那时 葛七宝虽然也是一个村干部 但没有什么实权 而他在部队时就入了党 因此一直有心想当村之书 掌握村里最大的权力 只是他出回村里不久 没有威望 即使参加选举也不占优 有了声望 有了声望 1999年10月 北陈村进行村之书选举时 葛七宝觉得时机已经成熟 信心满满的参加竞选 但最终 他因一票之差 败给另一位候选人杜谋 这时的葛七宝 已经不愿意再继续等待 于是 他纠结杜谋的妻子和母亲 砸了杜谋的家 并且 他还放话给杜谋 在当下去 就直接要了杜谋的命 虽然杜谋不怕自己挨打 却不能不管家里人 只好提出辞职 而葛七宝顺利 李时给村民们发放了 一万元和五千元的分红 这个数目比以往多出不少 而村民们积下钱后 也就不好再提杜谋的事 但到了第三年 葛七宝一下子便露出了 他村民健壮 便只能忍气吞声 再也不敢需要 因为村民们发现 两年时间里 北陈村新发展的党人 反对葛七宝的党人 则被孤立排挤 已经在党支部中说不上话 在这个时候 北陈村党组织里 都是为葛七宝说好话的人 即使村民们举报了 葛七宝存在问题 也不会对他产生影响 把葛七宝吞声吞声吞声 他在上位后的第二年 又将拳头对准了 北陈村的村长江某 因为这时的葛七宝 虽然老 怀恨在心的葛七宝 便带着百事号人队 河沙开采现场一通乱砸 而蒋某自然也没有逃过 他们的暴力行为 几天后 蒋某愤而辞去村长职务 存在巨大的利润空间 马上便成立了一家建设开发公司 并利用他大肆倒卖北陈村的土地 两年多的时间里 500多亩土地经由他的手被卖出 而他拿给村民的合同赏 土地报价是开发商给出的三分之一左右 中间的差价当然是全 罢案民警放在眼里 他不仅蛮横的将自己的人大代表正甩给民警 而且大言不惭的说 他就是政府试图用权力下退民警 一段视频被传至网络 而后引发了激烈的民怨 面对舆论压力 葛七宝头上的保护散门也无能为力 因此 他最终由于殴打民警 被依法判处了一年零九个月刑期 不过这正应下那句老话 天要让其灭亡 必先使其疯狂 葛七宝不可一世的举动 被周围群众拍摄下来 并传到了互联网上 并且他的几名手下也因参与其中而入狱 服刑期满后 葛七宝又回到了北陈村 尽管已被开除公职 但北陈村村长与村之书仍然听从他的命令 所以 无不充斥着黑社会色彩 在2006年前后 葛七宝与房地产公司合谋 建造了六个居民小区 这六个小区中 共包含八千余户住宅 他一边贿赂上层压下此事 一边对前来调查的工作人员进行恫吓阻挠调查 而且 为了 立即房屋 有时甚至不给钱而强行霸占 一旦遭到村民的反抗 他就让打手殴打 骚扰涉事村民 还用漆在村民住宅的墙壁上写下一圈死字 以胁迫村民搬离 在北陈村 遭到葛七宝 也摸清了为他充当保护伞的人的具体情况 涉案的一百多人均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而葛七宝被抓后 警方清点他的赃物时 发现他竟在村支书岗位上 敛财六个多亿 并且在他前妻的名下还有属于他的家